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马术 两种花色得到英姿 三种或者以上得到短兵 四种花色都有得到奋威 是吧 可先是一个非常有potential的武将 好 第二个技能是一个主动技 散席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弃之一张红色基本牌 然后弃之攻击范围内的一名其他角色一张牌 如果弃之的是散 你看别人的牌 如果弃之的不是散 别人看你的牌 是吧 好 这个技能介绍完了 我在直户上已经评过他了 总体来说是一个单马术加陕西的一个武将 是吧 因为马术是很容易得到 以一个装备很简单 但是要得到英姿就不容易了 如果得到英姿 他要是强将 得不到英姿 他整场发挥就偏弱 好 我们是孙奔 孙幻幻主攻 上来搞了一下张可额 搞了一下戒马超 保持四张手牌过 二号位郭佳开了个五五丰登 十有八九不是好人 是吧 我们看看他具体的动作 好 在场上强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布脸屎了吧 这家伙离线了 可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好 看看郭佳这一个杀 果然跳了一个小反贼 弃两个闪过 上后位夏娃娃 怎么搞 哎 布脸屎回来了 夏娃娃两个装备一挂 这两个装备一个梅花一个黑桃到我们身上 该多么爽呀 小八也跳了一个反 看布脸屎 怎么个玩法 也砍了一下张可 跟着主攻盲狙啊 张可是跳中 就这一撸把主攻的桃子也撸给国家啊 又是一个反贼啊 已经三个反贼都出来了 只是最后一个反 我们的左辞是中 张可是不是反你 哎呀这个破军漂亮啊 这个九杀直接打掉反贼四血 回外挂一个过手 张可四有八九就是反了 你看 第一不对 偷我们两个没有偷主攻 但一个是左辞 应该是跳了反的 剑马操就是忠诚了啊 输出忠 是吧 好 我说过啊 我们得到这个马术是很简单 你看这个装备一挂 这个马术是很关键的 是吧 我们把乐不思路送过来 好 我们又闪袭了夏娃娃 看他的牌是手上一个杀 一个伞 我们杀了他一刀 把他伞耗了之后 夏娃娃身上就是唯一的一个杀了 是吧 好 马操一上来也很威猛啊 这这大家技能不怎么强的手牌很给力 是吧 这诸葛连弩 连续把张可图成了这个样子 好 主攻也恢复了 差不多了 这个过格拆桥 拆掉持绣剑啊 然后一个铁锁连环 乐不思锁 没有 哦 没有那个夏娃娃 乐的布列师 可能觉得布列师威胁大 但是乐不思锁很多时候就是个送牌技 给国家送了一个红桃的桃子 好 夏娃娃来了啊 还对我们发动挑衅 当时好像是那个给了他一下 是吧 好 他这个方天化级 连杀三个 为什么要带上张盒 这是夏娃娃能不能打糊涂了 他可能还是觉得把钞是反 这个张盒是中 是吧 因为张盒没有偷主的 好 看这张盒这次偷了主 相信这个反对方不会再发生这种愚蠢的错误了 是吧 好 咱们这一个陕席啊 弃一个红杀 陕席掉了 张盒最后一张底牌伞 然后又给了夏娃娃一个火杀 然后铁锁连环 反正都搞成了这种财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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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话话来收割了 哎呦 结果说话不给力啊 这个 如果再来一个篮牌啊 那再来一个篮牌便宜的也是佐持啊 也便宜不到孙权的手上 再来一个万键就好了 好 这时候夏娃娃想把张盒收了 但是佐持不让他收啊 因为夏娃娃现在有咆哮 那佐持表示就不给你收 我要来收 是吧 咦 结果布莲斯给夏娃娃 给张盒撸了一个伞啊 看佐持能不能收 还成问题 哎呦 佐持被爆了拒 布莲斯这手牌非常的给力啊 好 哎呦 结果佐持来了个神速 那张盒估计悬了 布莲斯决定先 啊 佐持为什么决定先收布莲斯呢 先往后面收啊 他可能觉得张盒有伞 是吧 还不如这个 这个 这个是 用 这招收了张盒之后 也要收了布莲斯之后 有三张牌啊 这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他先打这个神速 张盒 张盒伞过 他只能靠翻面 再给一刀了 这样的话 夏娃娃 给布莲斯就不能死 总是显然 这样打是很屌的样子啊 好 这个冰 他会移到哪去呢 移到主攻那去 那我们又要来闪袭了 两个伞 那肯定是 哎 再次发动 发速 又把这个冰给顺了 然后闪袭掉张盒的最后一张伞 可惜我们也没有别的牌 把张盒给冰住 这时候估计内阶要动手了吧 这四油八九是马超了 是吧 但马超还是觉得要把张盒给拿下 是不怕 孙权洗出了一个长度 就把张盒给收了 是吧 即使孙权洗不出长度了 这个战盒下一回合 估计还是不能弄啊 马上怕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啊 好 他拿着这个诸葛连奴 果然要干坏事了啊 要是坏银 哎 结果正好怒判一枚花啊 让佐斯气了一个白银狮子啊 这样的话还没死 还可以那个抢救一下啊 但是佐斯也是一个翻面状态 估计很难抢救 待会咱就要进入欢乐2v2了 这把啊 咱们目前为止 咱贺奇的发挥就是一个单马术加伞奇啊 就是我说过 一般贺奇就这个水平啊 然后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四轮 一般第五轮的时候 他应该可以获得英姿啊 这都是我在知乎里这个这个算过的 哎 你看果然啊 这是第五轮来了 是吧 咱们也要有英姿了啊 好 这一个伞席 弃掉国家的八卦 弃完之后 他会看我们的牌 看了也没用啊 你看了 我们反正也要挂出来的 好 这时候三个装备挂手上下面这个短兵也有了 但是短兵在这种残局中间啊 这个用处也不是特别大啊 尤其这个国家啊 咱们还这个不太想砍他的 是吧 所以主要还是一个马术加英姿啊 这个有了英姿加陕席的贺奇 那这个强度就上去了啊 好 我们再拿马超的这个诸葛连努 马超不给面子了 咱们在一个乐不世主乐主国家吧 这国家居然拿这么多牌在手上啊 这不乐一下能看 好 这个陕席咱也断了啊 陕席并不是美猴哥能发动的啊 他这个红色基本牌大概是51张 161张牌里面有51张 好 这个马超想压一下孙权的状态啊 结果孙权掏出一个陶冶结议啊 这时候非常的好 咱们就这主攻一定要千万坚持住啊 好 这个乐不世众期望不要再判红桃了啊 这已经送了国家两次红桃了 这次终于判了一个黑桃啊 国家七小牌把那个过国参桥留在手上啊 好 那个桃子咱不敢陕席的 是吧 还不如给这个国家杀一刀啊 把他卖卖牌 就不弱了啊 一般在前面四轮咱都是一个呃 比较弱一点的马术加赛西啊 这回我们运气不错啊 这个忠诚 佐词非常给力 一上来内奸也打的够意思 是吧 使得我们坚持到了 后来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坚持到第五轮终于得到英姿 刚才猜我们的这个龙王顿咱都不打无限可击啊 因为咱们对自己的摸牌如此有信心 这下少摸了一张 是吧 当然这时候来了一个彭甲运气还是不错啊 这个无限咱们留着不知道是干嘛的啊 刚才 这个要无限他猜我们的人王顿的话 待会上次就可以多摸一张牌了 好 这个火攻命中 国家守望有个9 哎 但是知道有9了孙权就不杀了啊 这个雷沙你可以砍马超一下 你给不要把他欺了啊 还好啊 这个国家没有太多牌 好 这一个陕席把他9给弃掉 是吧 让他看看我们的牌又怎么样呢 你看了你又能如何呢 是吧 所以陕席的负面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啊 那个是吧 好 这一杀终于国家人头估计要留个主攻了 看这个马超有没有心事先见 好 寡超看样子断杀了 否则的话他应该不会把这个人头留给孙权 孙权断杀的几小啊 当然马超可能手上也有桃子 哎 这个孙权还真断杀了啊 好 国家又活了一轮了 咱们再一个陕席啊 红色的把他的陕席一拆啊 然后再用这个黑杀将国家的命也收割走 是吧 收了这三个牌 两个桃子 你撕票都撕不动啊 你撕票咋还有救援呢 是吧 好 这个马超的结果9杀又没有命中 刚才孙权居然留个桃子在手里 我靠 真是服了你 是吧 一般情况下他不该留这个桃子 但是这个桃子还正好帮他走过了铁骑 咱也不说啥了 而是一个9杀的铁骑啊 好 现在马超还不投降 不知道在支撑啥呢 咱们就来陕席里 是吧 然后再把你乐住 又中了乐 再不行的话咱再来陕席里啊 又把你乐住了 孙权摸不到桃子 还摸不到乐木 再来陕席 是吧 好 这会看了马超的牌 两个伞一个八卦啊 好 这时候马超乐不速添过 又给了孙权一刀 咱们还有一个桃子在手 刚才一个桃子拿去了 用来陕席了 这个孙权看上去是不会找救援了 马超这个攻击力已经打不动 孙权孙权了 那我们的这个攻击力好像也没打到马超 是吧 好 孙权开始出手了 马超骨钉刀一亮 哎哟 这个马超对自己的菊花的保护还是很大问题 赶紧两百类库 好 这把鹤奇的发挥基本上跟我在直播上总结的一样 是吧 一般都是这个单马术加散席五轮之后获得英姿啊 这是我是做过那个搞了一个小程序模拟算的啊 一般那个要获得英姿 要两个花色的 装备需要他过是是15张牌左右啊 15张牌左右 大概是五轮啊 要得到三个花色不一样的啊 这个这个效果要需要30张牌左右啊 那个时候基本上短兵啊 你有就跟没有一样了啊 那个氛围了就更不用说了啊 到那个时候基本上只剩三个人或者两个人了啊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武将有点偏弱啊 但是跑摊效不错 你看这个这个现在已经有五个技能了 是吧 就差一个氛围了 最多六个技能 看起来还是挺呃 挺有感觉的 是吧 好 这又是一则忠诚 我们坐在六号位 哎呀 皮公子 既然是皮公子 我们选啥的 难道选他的老婆啊 不 不是这个张中华 不是他老婆啊 这是属于他的那个 这是仇人啊 仇家的老婆 是吧 好 我们来选择他一个儿媳妇 是吧 我一开始看到郭皇后 我以为是郭女王 是曹丕的那个皇后呢 结果发现不是那个曹丕的郭皇后 是曹瑞的那个郭皇后 是吧 是他的儿媳妇 好了 看到剑马超了 自然是不用客气了 然后二号位 元素没有拆主攻 我们夏家李如侃呢 应该是跳的是忠诚的 这个忙的比较狠呢 我们的李如是可以当忠的 里面不要把我们的队友给忙死了 你看蔡文基这个很机智啊 都不搞成情 是吧 好 结果忙死的是个反人 中了一手机 又来杀曹丕 曹丕肯定是翻马超了 好 那元素也不继续杀了 很低调 留两个牌过 我们看这个陆逊 这是怎么个玩法 这也是跳的反 一上来忙死一个反贼 我们算是比较的轻松了 马超果然跳了反 又顺了我们一个9 那我们目前来看 没有任何发挥 是吧 这这这矫照 矫照只能试着矫照蔡文基 但蔡文基不一定会配合 好 这蔡文基果然砍了主攻一刀 也跳了一个反 估计回过外还有一刀 是吧 这也是主攻不敢随便卖的原因 我们看司马懿又来砍 这个主攻不容 故意又要犯 又要犯这个戒马超了 这个三个反贼都出 诶 不对啊 这反贼多了一个 是吧 这看来忙死了 里如内奸一跳呀 往哪个去 那下面要进入三打四了 一上来元素的先手优势并没有占的特别大 是吧 我们从一个尾4v4变成了直接的3v4 好 这个元素借这个陆逊的刀 陆逊这么不客气 就砍了戒司马懿一下 元素在一个贯师傅 贯马超 把自己倒到裸奔的状态 自然就要成为别人的棋红标了 那我们没办法 这三选白板就要挂着了 只等变身 慢慢的等变身 好 这个蔡文基这一搞 把这个司马懿给翻了 这个蔡文基回过外又继续出了 打出两次伤害 然后再一个陈琴 想保这个剑马超的命 元素要跟着来摸 这看他马超已经没啥行伤可松了 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是吧 好 这个乐不世俗 乐司马懿也是比较无赖 你不要他有了几个半命 好 这个冰凉春断被这个司马懿一天改命了 这有判官在 守的牌又多 所以潮兵刚才三排翻司马懿 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毕竟你不翻司马懿也难 他马上就要行动了 好 我们靠着神摸 虽然没啥劲 但是依然把文基每位的菊花给爆了 好 财富机拆了 司马懿的这个牌 哎呦 司马懿的这个朱雀雨扇来了 这潮皮求逃 咱有两个逃 赶紧给一个 然后看他三排把我们给翻了 翻我们是对的 我们反正很寂寞 还不如给我们一个巨手 现在一直变不了身 要等着这个两个板子也都死掉 那我们才能找草皮给我们变身 好 这个陈琴估计马懿还没那么容易死 这个司马懿 虽然没气出花上来 但是有真桃子 元素再来一刀 嘣 马懿死了呗 就会桃子要掉到司马懿了 哎 终于死掉了 内奸是哪一个 内奸是陆逊还是司马懿啊 十六八九是陆逊 感觉 好 这个元素记四张牌 手上留两张 这个陆逊肯定 他吃累的话 他现在还得跳 还得跳这个反贼 是吧 这个南半路心看样子是要收人头 好 应该是内奸了 主公带这个藤甲的情况下开南蛮 我们又变了一个 变了下身 稍微可以玩一下了 但是因为我们离主公太远 还是玩不起来 好 这个杀元素依然在坚挺 陆逊把内奸跳出来 把司马懿给乐住 怕这个司马懿用这个火杀要朝了满的命 我们手上只有一个桃子 好 朝了满起来了 看看就能不能恢复一下状态 也恢复不起来 也不敢砍 是吧 看样子是一个手上有什么好牌 但元素这个神桃源 这绝对是神桃源 好 抢了司马懿的朱雀一扇 但是又砍了司马懿一下 朱雀一扇没有被反规走 那这个主公这个藤甲还是能够撑一下的 好 现在我们来一个缴招 我们还是缴招不了 给司马懿他肯定给我们桃子 不会给我们好东西 要不给我们缴到酒 要不给我们缴到桃 我们至今还是一个白板 我们要等着下一次变身才行 好 这个古灵刀 元素要爆了 还好是个雷杀 这样是个火杀 人主公都救不回来了 是吧 你看还有一个桃 刚刚把主公救回来 主公又要翻我们了 翻吧 翻吧 我们反正现在非常的寂寞 是吧 主公气凉的牌 我们的陆逊赶紧杀司马懿啊 来了一个五股丰登 拿一个拉麦 赶紧放 赶紧放拉麦 拿到我们赶紧变身 是吧 我们终于现在不再受制一轮 我们刚才比那个贺琪还不足啊 刚才贺琪第五轮就已经很屌的样子 我们一直到了六轮 还没翻面了 到第七轮 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超级赛亚人啊 但是无所谓了 只要进入了超级赛亚人 咱比那个这个马术英姿陕西的贺琪还是强的是吧 好 这样的我们担心可以摸牌了啊 好 那我们开始怎么个玩法 反正放桃源是不能给自己加血的 赶紧四头千羊 被无限了一个 再来一个 我看你的无限几个 这一个九砂 蹦下去 你死还是不死 赶紧死了 哎呀 这一摸就是两桃 咱吃一个给这个我们的公公留一个 是吧 免得内奸有失票的意思 好 这个过来拆掉 拆掉调戏剑 公公对我们还是有有爱的是吧 那我们免遭这个陆迅的调戏 这个九砂闪过 这个青钢剑比较屌 那马上让你青钢剑留不了 咦 这个我们搞了一个讨厌建议 那也行 给这个主国加了血 然后把青钢剑给抢过来 如果这个对 如果不搞讨厌 主国是满血的话 咱就可以把这个青钢剑直接过拆掉 这个顺手卸阳路人家是不怕的 何况人家还有加一码 他没有加一码 才是不能顺 随着他是陆神的 好 咱们一个无中神友被诬陷了 咱再来一个过河拆桥 把你的包子给拆了 看你能诬陷几个 是吧 这个主公悲剧的断杀 把这个诸葛连鲁弃掉了 怕这个陆神抢到 好 让我们判了一个黑 不要急 给主公送个威 同时自己磨了一个陶阶阶 真陶原 这一开咱们全加血 好 这波又是一个过河拆桥 拆掉他的距离 控制住他 让他打不了我们 他想打主公的话 他需要有属性杀 是吧 好 我们看看这下子陆神怎么搞 闪电来了 咦 他又来了个解一码 这家伙距离拆不光啊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过河拆桥 先拆闪电 再拆解一码 看你怎么搞 不知道你还在坚持个啥 好 这个火攻必中 陆神已经没啥吸了 是吧 因为这个果然火杀 开始朝主公去了 但主不这么多人没被杀 肯定是有闪的 这个铁锁连环 漂亮 咱们直接缴造一个铁锁 把陆迅绑起来 给主公一刀 将陆神带飞 郭皇后坚持了六轮 当了六轮白板 终于在最后获得了超级赛亚伦变身 然后就帮主公帮我们的公公平定了内建跟反贼 忘记又忘记报ID了 是吧 这个郭皇后叫桑国楚慕 感谢他的录像 但贺奇的ID我待会回去再看一看 好 这位贺奇玩家的ID是陆小鸡115 是吧 也感谢他的录像 好 最后一则忠诚 又是皮公子 我们选随你 这还是一个五阶的一个帅哥王姬 看这把能不能玩的嗨起来 嗨起来 好 场上有没有明反脸 有个神曹操 这倒不是明反脸 是一个比较风骚的一个武将 好 这一个蓝曼陆青 我要去曹丕 那是有勇气 这有一个明反脸 这个剑马超在这里 但离得比较远 也不好说 好 这叫神曹操 风骚了 哎呀 发财了呀 十一排被翻面 主公又挂上了一个加一把 他的弟弟曹张 来了一个匠词 也不穿不了了嘛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顺手欠阳 一个蓝曼陆青 等爱囤了两个天 两个顺手直接顺到曹丕那了 是吧 这也顺得真够远的 好 马超 表示我隔得远 又怎么了 照样搞你 砰的一下子 一个铁技 打了曹丕 两个顺手 出个技 上了一个反贼 是吧 不来下牌 不补我门 这个猜得还挺准 那这个贾许师傅来玩杀 这个曹丕的力 好 记着一个火弓 扒掉马超的长度 是吧 吃一个炮 再扒掉曹丕的魔法 最后自分一下自己 拿了一个冰凉春断 可惜冰比较贾许 好 这个回合外 女后三排过 还是比较风骚的 好 这加剧 这两个乐不四处 非常伤 尤其是乐到神超超头上去了 那这样的话 神超超应该就是忠词了 这个曹丕十有八九也是忠类了 是吧 好 这一轮大过 曹丕回到三血 双手门松了一口气 看曹丕一个过个拆条 漂亮 拆了 曹丕超超的这个乐 同时把这个邓爱给乐住了 但邓爱有诸葛锦帮忙 享乐是乐不住的 来了之后 这一杀 曹丕翻面 直接翻这个贾许 哎呦 邓爱连诸葛连弩都来了 这还是有两个甜的邓爱 有藏着男人就是屌 是吧 好歹让史涛超可以行动了 这一个猜诸葛连弩 史涛超抢得过去吗 抢不过去 只能杀季马超了 因为他自己有诸葛连组 马超估计挂了 这一个杀有吃个桃 还有杀吗 可惜啊 这么多牌没什么杀 把马超打到一血也算是赚了 马超来搞我们了 正好有方片 牌多的人马超想强命是很难的 诸葛瓶过了这个兵 再发了发牌 是吧 我们被翻 贾许也没翻 主攻直接行动一个九杀 朝贾许拍过去 没中 朝贾还有两杀呀 来不来 有 朝贾 怂了 直接摸三张牌过 哎呀 真是遗憾的 不 我好歹把马超给打死了 是吧 好 朝贾这么一搞 他也不能出杀的 他刚刚是这个锦尊复训过的 登岸觉醒 看他怎么个顺法 先顺曹超一张牌 再犹豫半天又顺了史涛超一张牌 这样之后他就不能再顺史涛超了 史涛超有飞影的 他只能顺曹张了 这一杀三牌依然翻贾许 是吧 否则被玩杀就麻烦了 不翻贾许也只能翻贾许 然后证据打死贾许 咱来行伤 看着一个九杀 能不能命中 贾许三血八牌 还是比较难搞的 好 咱们来了 这一个九 还没光着九杀 先看了一个无缝灯 有一个无限可击 无限要嘉许 我们拿一个桃 曹丕拿一个桃 我们这个桃子 意义不大 但曹丕这个桃子意义重大 是吧 毕竟有嘉许的玩杀在这里 好 咱们进去了一下 嘉许就能不能动 曹丕赶紧回复一点血 再继续砍嘉许 正确把他行伤了 借刀杀人 好 曹长表示咱们不出杀 我就不信曹长手上没杀 感觉嘉议内奸已经比较明显了 是吧 这个将士更加表示他的内奸 这么多杀 谁都不砍 直接摸牌 弃牌过 但你不砍别人 别人就不砍你吗 邹岸表示你正好脱管了 也不判八卦 赶紧给你一道再说 好 持闹烧现在寂寞了 不着囤了几个伞 几个杀 一杀 两杀 足够你两伞 两名折 第三杀终于没有伞了 狼 诸葛景掉了 伊丽学 这个闪电走也对我们祖族方非常不利 有诸葛景在反贼方是不会被闪电劈的 是吧 同时这个 诸葛景又挂上了黑闪电 双电走起 我们祖族方的压力就更大了 好 但是别忘了 咱还有宋威呢 是吧 这闪电也不光是你们这个反贼再配 咱们这一宋威主可以摸牌的 好 这个主公在坚决卖学 把贾许给翻面 同时持召超可以来个大归心 当然 登盖的囤田也会囤的非常的爽 爽 好 诶 这个诸葛景直接无蟹 四双超 那我们来个反无蟹 非要让四双超囤起来 这个蹦的一下子 登盖囤了这个翻面 登盖囤了一个田 我们正好两棋制 拨两牌 哎呦 这两个牌都是比较凶险的牌 还好离登盖比较远 他是够不着我们 好 主公这个火攻让四双超翻了回来 待会四双超会是一血十七牌启动 非常的霸气了 曹昌内奸依旧在看戏 是吧 他现在是动谁都有点麻烦 他动忠诚的话 有可能主公要死 他动反贼的话 四双超这么多牌 有可能反贼要崩 是吧 好 那四双超的诸葛联弩被邓爱给吓了 觉醒邓爱 把诸葛联弩顶掉 让你无法找到联弩 他的杀也不敢杀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敢砍这个草皮一下 可能怕加血再被翻面 好 四双超表示 咱没有联弩 咱就不行了吗 一决斗一杀 照样能够戴飞里 呦 这个戴飞 邓爱救了一个桃 哎呦 四双超 四双超 别慌 咱还有 咱火工之急 强行火工之急 吃桃子 再来一个归心 然后让曹毕再把加血给翻面了 然后加血再次在一个三血十一牌被翻 看样子 咱们不准备先打死加血行伤了 是吧 咱们就要让加血一直翻着 先把他的队友都干掉 这一杀 把诸葛联给干掉了 曹张是没有牌 这个加血也没有牌 好 咱这个两个入侵 先把曹毕给救一下 曹毕把这个邓爱给翻了 这个翻四双超是不对的 因为四双超自己可以翻过来 咱们把邓爱给翻了 所有的反贼的行动都被限制住了 是吧 好 这个是陶宇结役非常的及时啊 这也是个神陶原 好 曹张继续谨尊夫续 你就遵吧 这时候咱们最怕内奸瞎动 是吧 好 这个四双超来了 这一个决斗 这一个杀 一个过格菜条 你看他们果然 要先干掉灯爱 最后再动加血 加血这一个三血石牌的这个玩杀军站着蹲着 如果加血动的话 曹毕十六八九是必死的 他乱舞还没开呢 所以咱们必须要把加血给翻了 不翻不行 是吧 所以说这个杀肯定是杀曹毕的 这边无选择的 只有杀曹毕 否则的话 他一乱舞一杀 曹毕是必死的 玩杀就是这么bug 好 但也不一定是必死了 咱们毕竟还有木榴油码可以传一传 但这么多牌行动 这个木榴油码还真不一定扛得住 好 这时候加血再次被翻 拿着十二牌 这一个九杀 灯爱也倒下了 只剩加血一个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赢 毕竟他还是能够玩杀的 待会是十四牌启动 好 这时候我们的内奸开了一个万箭齐发 持双超不敢卖了 判了一个八卦 不知道啥意思 好 曹毕是有个伞 只剩最后一个伞 这时候加血 如果不把加血给搞死了 曹毕还是要死 哦 对 还有一个木榴油码 是吧 但是加血手上有没有武器 有没有过差 这些的就不好说了 好 咱们给了 曹毕 木榴油码给了一个桃子 是吧 那么一个活功命中 那曹毕再把加血给翻了 然后再来活功加加血 好 再一个骑士 又摸了两张牌 这回都是好牌 曹张表示咱不管了 这把他内奸实在是太难赢了吧 好 他又取消了托管 曹毕吃了一个桃子 曹张得了一个战功 这把也没白玩 是吧 这内奸还是混了一个战功的 加血已经叫累了 是吧 累 你赶快动手啊 这个内奸表示我动手啥 他表示 曹张表示 灯盖莫名其妙的扛我一刀 是吧 所以说我不想玩了 是吧 终于在连续的翻面情况下 认识限制死了加血 没有让他发挥他的玩杀神迹 甚至乱舞都没有开 是吧 活活的被我们翻到死 当然 这内奸的不跟反对的合作 也让我们减了不少便宜 相当于是反贼内奸 有点内奸 是吧 灯盖在明摆着曹张跳内的情况下 非要给曹张一刀 所以说这样的内奸 他只要你多次碰到这样的内奸 那无论是反贼也好 还是祖宗方也好 在搞内奸的时候 心里都会有点紧张 是吧 就怕内奸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来 曹张虽然在这次游戏中他没赢 但是如果他每次都这么玩的话 熟悉他的玩家 在 没有在完全掌握形式的时候 必须要让他几分 是吧 否则的话 这样搞 反正是多么无力 眼睁睁的看着祖宗方这么玩 内奸就是不帮忙 他的理由就是 灯盖莫名其妙的 扛我一刀 非要手剑扛我一刀 我就让你 我就你不让我爽 我也让你不爽 好 这个祖埃里魂之的明君 明显是一个孙笨的爱好者 感谢他的录像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今天我们自然要来看看贺奇了 他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他的奢侈 所以起咒 这个技能 窃合度非常的高 三国志的记载 贺奇在军事装备上非常讲究 兵器非常的精致 弓炉使剑都是上等材料制造 品质保证 战船那是高达上到了极点 船身都是雕龙画风 连那个船桨都刻上了图案 船上挂着也是青盖酱餐 蒙冲斗剑并排看起来就如同山一样的壮观 是吧 在汉朝和三国时期呢 勤俭节约是政治正确 奢侈的人是会被鄙视的 所以只有贺奇这种特别张扬的少数人会在史书上留下奢侈的记录 其他有身份的人都会尽量避免家财外露的 但吴国的世家大主 绝不是贺奇这一个有钱人 而是普遍的都非常有钱 甚至富有程度都超过了君主 是吧 据晋朝葛红的豹朴子记载 这帮人势力轻于邦军 楚姬富于公事 同仆成军 闭门为室 流阳眼元兮 田池不千里 金玉满堂 季窃银房 商贩千收 福谷万鱼 元佑李丧林 官帝建太极 凉肉鱼全马 鸡针陷于弼藏 那我就不一句一句的翻译了 总之大家听一下就知道这帮人 那实在是非常奢华 非常的有钱 就是标准的土豪 好 然后大家知道 根据这段的描述 吴国的有钱人极多 而且富于程度 那是让君主都汉言 是吧 他们的势力是亲于邦军 是吧 然后他们的园林都是根治丧林院的规模 都跟皇家园林的规模的 但是呢 这帮人都没留下名字 那这是为啥呢 因为他们不像贺奇这样 他们会装穷啊 那个豹仆子指出 这帮人有鱼昌卓球之简 一切赵轩品种之名 啥意思呢 就是他们外面都喜欢穿着旧衣服 是吧 然后骗取赵顿燕英那样的名声 这又是传说中的低调奢华有内涵呢 所以贺奇这样的 属于真小人形 老子就是有钱 不藏着椰子 三国志还记载了两个巫人 跟这个贺奇一样 奢华不低调 他们就是攀章和布置 攀章的衣服器物奢华程度 都是超越了他的职位和身份的 然后布置家里的老婆小妾都是零罗绸缎 穿金带银 很多人都因此嘲笑布置 但布置也没有让老婆们穿初步衣服装穷的意思 是吧 不光吴国是这种 这种这个情况 卫国也差不多 曹操当年让崔衍跟毛介主管选举 这两人呢 就把节俭作为标准之一 结果呢 一堆富人整齐化衣的装穷 大富豪们故意弄脏脸 把好衣服藏起来 穿着破衣服上班 上班期间也不坐马车 自己带饭 是吧 那个这个一副穷鬼相 何恰向曹操反映这个情况 曹操就颁布了那个为财事举令 把勤俭这种标准 从选官的这些标准里剔除了出去 于是乎曹操的官员们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我们曹操啊 大家知道会写诗 写了一个民都篇 就描写了在曹操金城洛阳 那个少年们的子醉金迷的生活 民都多妖旅 金落出少年 宝剑值千金 批服力且仙 斗鸡东交道 走马长秋间 归来雁平乐 美酒斗十千 快礼卷胎虾 寒憋至熊帆 那个快礼就是做的鱼肉丝 胎虾就是那个油脂的那种肥虾 熊盘自然就是熊掌了 可见金城的官二代们吃的是三针海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玩的是斗鸡走马 但是朝堂上那些当官的大老民呢 他们都一脸正人君子像啊 拼命的劝皇帝节俭 然后不让皇帝乱花钱 我们知道曹瑞在后期喜欢修宫殿啊 是吧 给大家看一下 曹瑞是有皮肤的 看看这个皮肤就行了 他后期喜欢修宫殿 在这 里我们知道 这个曹瑞他后期喜欢修宫殿啊 被一帮政治的大臣们 那是喷了个透心粮 这些大臣们都是慷慨称词啊 然后那个是劝这个陛下 不能这样 那个虚耗名利 不能这样奢侈 但你该听这些话 你千万不要以为 这帮大神们都是两袖清风 人家就只是在装个逼而已 是吧 蒋济就是大义凛兰 反对曹瑞修宫殿的人之一 同时他也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典型 他当忠护君的时候 那是明马标价的卖官 搞得洛阳满城皆知 一个衙门将军要一千匹捐 一个百人都要五排匹捐 这么个摊法 蒋济家多有钱就可想而知了 但他老人家却一个劲的劝曹瑞节省 曹瑞表示 很好很好 你装你的逼 我盖我的店 我修我的店 我盖我的楼 咱们两不相欠 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掌握话语权的 在史书上拥有话语权的是士大夫集团 他们往往对皇帝那是高标准言要求 对自己的各种荒淫行为视而不见 口口诗声都是陛下要爱护百姓 不能多收税 不能多盖宫殿 陛下要勤俭 一日三三扫吃肉 后宫家里也是要穿粗麻不衣 而他们自己 房子盖得比皇家宫殿还华丽 鱼丝肥虾 驾鱼熊掌 随便吃 还动不动就玩长夜之饮 抖酒 持钱 随便喝 在西汉的时候 汉成帝就是宠爱赵飞燕的皇帝 有一次去了外妻王商家里 发现这位老兄把长安城都凿穿了 把风水引到他们家 修了一个巨大的水池 在水池上还开豪华邮 是吧 吊了一塌糊涂 后来他又微服出行 跑到另外一个外妻王庚家 发现这里的园林 比他的白虎殿还气派 汉成帝算是开了眼了 你们这帮烂人天天劝我节俭 自己在家就这样玩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 曹瑞面对一堆 劝阻他修宫殿的大臣 丝毫不买账了吧 你们各个富的流油 过得如此滋润 就不允许老子也爽一下 那个五胡十六国的时候 后造的开国皇帝石乐 也想修宫殿 但是大臣续贤徐光都劝阻他 不能修 这个石乐叹息到 老百姓有了一百匹捐的资产 都会想着盖新房 我是一个皇帝 我这有钱 我修个宫殿都不行 按照大臣们的意见 皇帝在私生活方面 就应该以明朝的崇祯为榜样 天天吃灾 不进女色 不修宫殿 总穿个破衣服 是吧 然后那个崇祯手下的大臣们呢 那自然是一个比一个有钱 同时也一个比一个会哭穷 明朝快灭亡的时候 崇祯求各大官僚捐款 共度国难呢 结果官员们都拼命的哭穷 然后还搞出一出一出的闹句 有人把家里的房子贴上 什么豪宅出售 表示自己穷的不行 要卖房子了 还有人把罐瓢盆都拿出来卖 反正说一千到一万 我们都是两袖清风的好官 家里没有闲钱呢 结果呢 最后大名亡了 面对李志诚的屠刀 这帮两袖清风的官员 家里几十万几百万的财产 都乖乖的交出来了 是吧 好 今天砍的比较多 我们下期接着砍